吉安商公所积极争取 甘城哈金令部落聚会所 兴建工程计划 在花莲县原民处协力下 获中央原民会及花东基金 补助规划设计经费100万元 吉安商场游淑珍 6号前往甘城活动中心 亲自主持第二次 部落聚会所收明会 除了向相亲说明第一次修正进度外 也倾听社区的意见 凝聚地方共事 共同规划符合部落及社区 实际需求作为后续 细节设计参考的一句 甘城部落头目高约伯表示 甘城哈基顶部落聚会所 选址节安路6段旁 位于林务局南华工作站对面 暗指深具文化意义 他也提到甘城部落原住民 人口数约将近300人 每年的部落风年纪 以及部落干部会议 都会选择该处来办理 无奈的是若遇到台风 好雨就会被迫中断停办 地方也深切期盼 有一个遮风避雨的部落聚会所 每次就碰到这个季节 台风季节 有时候就移到我们的活动中心 因为活动中心也是一样 也是要盖那个黑网子 但是一下待的时候 无法去办理这个 我们的那个风年纪 我就烦恼说 以前是这样子 现在要盖这个集会所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 不管碰到一些困难 尤其是台风季节 我们就安心在里面 能够把我们自己的轮化完成起来 这个是在我们的村子里 我们部落里面 就要融合在里面去应用 并不是就我们原住民在应用 是大家能够在 共同在这个部落里面 不分族群来使用 才能够融合在这个地方 乡长游书贞 感谢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 县府与县长许正卫 对于地方建设上的支持 简安乡公所目前 积极朝向一部落一聚会所的 推动进度来前进 在执行全乡部落聚会所的 行政作业上 而尚未建制部落聚会所的区域 也将会持续来办理 再向原民会争取部落之心 示范点建制补助计划的 相关经费 整个原住民文化 长者照护 学童课后照顾 幼儿足以托育 数位运用等等相关服务 自信的建设跟友善的关怀 我们要把所有的建设 更落实到更大位 符合我们乡亲居民 跟部落的需求 我们希望未来的干城部落聚会所 可以多功能的使用 也可以带动我们地方运动休闲 甚至于节庆祭宜 都能够在这里来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因此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 我们下乡到我们的部落里面 来倾听所有部落族人 以及我们头目村长 还有我们乡亲居民的 这样的一个适性使用的建议 我们希望我们友善的建设在吉安 也希望我们的建设能够 落实到地方最殷切盼望的需求 以完善为这样的目标来执行 而会中包括了议员李正文 周俊佑 乡名代表陈敬德 于郑华 南华部落头目 曾安密等人都前来关心 干城部落聚会所预计 110年完成设计 111年新建 未来若新建完成 相信它不只是族人日常聚会 或者办理碎时祭仪的场所 更成为社区民众休闲的 共融空间 对部落以及社区发展 有其重要意义 记者林杰 吉安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